美ika 前卓的ığı&夫妻 等一下呢 這裡頭會有 會有五支籤 每一張籤裡頭會有一個數字 從1到5 那1 代表的是 你是這五個人裡面最大的 有可能是年紀最大的 或者是權力最大的 或者是身份地位最大的 那如果你抽到是5的話 你有可能是這一群人裡頭的最 最小的那一隻 那等一下透過你們在人跟人的對話當中 去猜一下 你覺得這個人比我大還是比你小 觀眾請你也猜一下 他們之間誰是老大 誰是老妖 好 可以講話喔 觀眾邊看邊猜喔 好 來來來 胖子欺負 誰 對不起 小心 都可以欺負小王啦 誰講的 對不起 誰是老大 是嗎 是嗎 對 來千還我 那第二個是誰 威威 是嗎 第三個是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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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我第三個 老妖是誰 是誰 Nono 是嗎 欸你們都還蠻準的咧 所以現在 難的來囉 請問一下這兩位誰是 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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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覺得理由是 比較胖 你覺得他是老三的舉手 你覺得他是老三的舉手 有兩個三個四個 為什麼告訴我 女生 欸男生 排在第三個 You smart 喔真的嗎 來公布正確答案 你是 第三個 你是 OK 最後一個單元是那個 猜誰是老大 那 我曾經給國中的孩子上過 結果有點失敗 因為這個難度比較高 對於就是孩子們要 真的是集心創作 就是上去 然後你要自己去設定 你要演什麼 然後你是什麼角色 然後你就是 在哪個環境上面 我覺得這樣的集心方式 對國中生是非常難的 那今天高中的孩子 其實我覺得他們表現得 已經是不錯了 不過就是說 在當中可能可以 在他們如果說 他們的背景知識上面是 就是常接觸表演藝術的話 也許他們今天可以表現得更好 這一次的設計上面 教案的設計 其實它可以是一連貫的 可以是適合放在兩節課的 那也可以是 老師們可以獨立的抽出來 比如說我今天在教什麼 什麼樣的一個 藝術生活的課程當中 夾雜了一個 Please跟No的 這個戲劇活動 或是它可以單獨抽出來 比如說誰是老大 這個活動 放在你自己的教案當中 那這個是我這一次 在設計教案的時候 比較希望能夠帶給 就是老師們的一個部分 這樣子 那我覺得戲劇活動 戲劇遊戲或者是 舞蹈的活動 舞蹈的遊戲當中 其實最主要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目標 就是第一個 就是開發他們的 肢體的一些能力 比如說他從來沒有做過的動作 他可以透過想像 然後透過創造 然後他可以就這樣子展現出來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是希望能夠開發他們 多元方面的能力 比如說他們的觀察力 他們的專注力 然後他們的一些想像力 這些東西 那除了這兩個之外呢 當然就是說 我覺得體驗很重要 表演藝術跟聽覺藝術跟視覺藝術 非常大的一個不一樣的點 就是體驗這個東西 我覺得就是在 每一位老師其實都還蠻認真的 就是在 在自己的教學領域上面 那最起碼能夠在自己經營的班上 能夠有一些少許的影響力 我覺得這就夠了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要看長期 看長遠的東西 對